这是张作霖将人情事故运用到极致的经典案例 更是教导张学良知江湖是人情事故 江湖更是阴谋算计的手把手教学 因为军警冲突 汤玉玲和张作霖站在了队里面 双方之间的武装冲突一触即发 于是老帅紧急叫回了儿子 注意老帅有一个较长时间的沉默 这个沉默就是对张学良的失望 因为老帅没想到 自己的儿子真就认为这件事能疏通 老帅无奈 只能再次教诲 江湖是什么呀 这会儿知道了吧 江湖就是人情事故 能应对就不易 懂权了不可能 打那是土匪 如果张学良真能记住老帅的交代 真能看清江湖的本质 可如果只能是如果 该发生的已然发生 空探无畏 按照老帅的交代 张学良带着满满一车礼物 来到了汤公馆 这就开始了安抚和疏通 注意唐玉玲笑了 这个笑和张作霖的沉默如出一辙 几乎有着一模一样的意思 汤玉玲在笑什么 他笑张学良的天真 他笑张学良真就认为老帅能体谅自己的冤情 化干戈为玉帛 只是 汤玉玲清楚张学良毕竟是好意 不便直接戳破晚辈的天真 那就只能转移话题 六子 咱不说你罢了 你四大爷 也送你一件好东西 四大爷 你说这个时候我是 两码事 你爹和我的事 与咱爷俩的事 不相干 来 拿着 四大爷 你把这自家的护身符都送我了 这情义 侄子一定回去带给我爹 表面上看 这是汤玉玲的江湖道义 一代恩怨一代结 恩传之后代 祸不及家人 但这是奉天 而且还是乱动年代的奉天 按照老帅的话说 江湖就是人情世故 这件礼物的重要意义 在于他能在关键时刻 保住汤玉玲的命 不管怎么说 在如此剑拔弩张的紧张时刻 汤玉玲还能如此讲究 张作霖就不可能再要了汤玉玲的命 更关键的是 汤玉玲此举还给了 其他兄弟为自己求情的理由 可你反过来再想想 如果张作霖不确定 汤玉玲会不会对张学良动手 他还敢让儿子亲自送礼前往祸旋吗 这就是枪湖 总在兴照不宣处 总在人情反复间 所以你再听汤玉玲接下来的一句话 行了行了行了 你爸我是知道的 你就是什么话都不说 你爸心里也明白 走吧走吧走吧 奉执那丫头我见过 你们俩是绝配 别跟你爸爸嫁了 好 机关枪都架起来了 汤玉玲却还在关心 敌方父子之间的关系 这叫什么 这就叫人情事故 你送礼麻痹我 我回礼麻痹你 人情反复嘛 讲究的就是个你来我往 张作霖相信汤玉玲不敢动手吗 不相信 汤玉玲相信张作霖不会动手吗 更不相信 可大佬之间的对决 枪对枪炮对炮 反倒是最低层面的对抗 人情事故之间的拼杀 才是诛心之举 败了你还让你心服口服 可等到被感动的张学良返回帅府 他却看到了严峻以待的架势 老帅甚至开始了最后的布置 朱啊 我张语廷人质而易近啊 他唐玉玲联手方德林 通点北京 让我下意恩断而易决啊 为维护奉承大局 我命令各旅团 立刻进入指定位置 是 老帅派儿子亲往汤公馆送礼 大家都知道 可汤帅给张学良送礼 谁都不知道 所以人质易近便和亨断一决 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于是老帅便立马占领了道德制高点 占尽了道义 拥有道义护驾 张作霖对付汤玉玲就是平叛 就是挥正义之师压制复兴背叛 更何况老帅身为都军省长 还肩负着维护奉承大局的重任 人家动手有的是理由 行了 理由介绍完了 感情铺垫好了 可以下令了 面领汤玉临职五十三旅 你今晚十二时 撤出省城 以防姓名 不得延误 命令一定定 这就发生 我不打你 就只能让你听命换房 撤出省城 以防姓名 人质而易近矣 孙令长 你五十四旅 随同五十三旅 同去姓名 要严密监视 确保万无一事 一切都安排妥了 五十三旅毕竟是反叛 对付反叛的基本原则 就是不能寄希望于 他们不会再反 而是要保证 他们不敢再反 这是基础 也是张作霖处理 五十三旅的底线 汤玉临 一旦到达姓名 撤下他旅长的职务 命令 同时发布 张景辉 将担任 五十三旅旅长 明白 汤玉临固然是反叛之将 但他毕竟还是 老帅的把兄弟 仅以撤之料事 虽然不具备足够的承接意义 但却足以安抚 其余大权在握的把兄弟 一静而人质矣 再来注意他对 五十三旅旅长的重新任命 没再选择 类似王永江 这等真有本事的人 而是直接甩给了张景辉 争取支持的最好办法 就是将对方 绑在自己的船上 这叫一荣俱荣 一损俱损 最后的安排 也是最重要的安排 既然打着人之意境的招牌 那就必须将人之意境 做到极致 派一位私人代表前往送行 这就不是无力评判 而是单纯的换房了 面子给足了 台阶给够了 人一耳已尽了 记住老师的话 答那是土匪 人情世故才是真正的江湖 处理完汤玉林以后 张作霖看到了一脸错贺的儿子 小六子 也回去睡觉吧 一觉醒来 奉天就又是奉天了 其实江湖并不复杂 从天堂到地狱 仅仅一夜之间 从亲兄弟到死对头 也只是一夜之间而已 所以说 命从来都不是用来认的 而是用来改的 而改的关键何在 不放弃而已 离开作战时 张学良仍然想不通 或者看不惯父亲的所作所为 他叫来了喜顺 准备意图为宽 这怎么回事啊 人汤爷那是坦坦荡荡的 咱这不是搞阴谋吗 奉天没有阴谋 那还叫奉天吗 没啥囚禁 你看见没有啊 参谋长是干啥使的 就是搞阴阳八卦的 这都多少天了 北京方面 祝奉日本方面 连英美祝奉总领事都打好招 汤玉林身头一刀缩头爷的一刀 古今对付叛逆都这办法 从汤玉林开始决裂到双方架起机关枪剑拔弩张 老帅一直很平稳 始终不见慌张模样 原因何在 就因为方方面面都打好了招呼 就因为心里有底 所以说 人情事故也有基础和前提 实力不对等 人家只会送你一个字 有那个扳手腕的资格 人家才会和你人情事故 那么 朱军 我们该怎么办 就算被人算计 也要有那个资格才行 就算心里不舒服 也要有那个对抗的实力 所以 要努力 一定要努力呀